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陈 之前有视频给大家分享过 可控硅调光电路的工作原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前面的视频找一下 那么就有的粉丝在问我一个问题 问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可控硅应用电路中 有很多情况会用到这个过零检测电路 那么很多朋友就在问我 什么是过零检测电路 这个过零检测电路有啥作用 它是怎么工作的 那么今天就拍个视频 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过零检测电路的作用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试电 为什么要了解我们这个试电呢 其实我们这个学电子技术 或者是一些初学者 我觉得我们最基础的 不仅从元器件入手 更主要的是要从我们这个试电去入手 因为这个电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我们在分析电路的时候 就要了解这个电它的一个运行方式 然后我们再去分析电路 才觉得非常简单 首先我来给大家打个比方 像我们生活中 有很多横压 横湿或者是横温的东西 当然当我们的这个变频技术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设备的这个通电或停止 然后再通电来进行一个横温或者横湿的 那么就以我们这个定频空调来说吧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26度 那么我们的空调在工作 工作到26度的时候它就会停止 当这个温度上升 超过它这个设定的温度的时候 它又会工作 那么它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来使这个温度恒定 那么生活中这种例子很多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电范包就是 它加热到一定的程度 它那个积电器就脱开 让它温度低一点 然后那个积电器又吸合又加热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横温的 当然大家可能觉得这种情况的话 特别是现在这种定频空调 虽然其他的地方价格维修起来 都比这个变频空调便宜 但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定频空调 舒适度的话比变频空调要差得多 那么给大家说了这么多 我们就回到我们生活中这个室电 我们这个220伏的室电 假如说我们可能小时候有的朋友 可能碰到过这种情况 用这个小时候我们不是用的 都是那种白子灯泡吗 就那老是白子灯泡 白子灯泡 如果有时候用个相机或者什么时候 去拍它的话 它就会出现闪烁的情况 其实之前我也说过这种情况 那么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交流电 它有一个变化的周期 这边我就画了一个图 其实我们交流电 我们在用万用表测量的话 测量的220伏是它的一个平均值 或者说有效值 其实我们这个交流电 它在一秒钟是有50个这种周期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周期 那么它在一个周期之内是怎么变化的呢 它是从正半周期是从0伏慢慢上升 慢慢上升到311伏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交流电 整流滤波出来就是正311伏 就是这个原因 它实际上就是220乘以根号2 那么当这个0伸到311伏之后 接着往下面走 这个311伏就慢慢下降 又降到0 那么这时候 这个0伏继续下降 就到-311伏 这是-311伏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这一个周期之内 那么这个-311伏又上升 又到0伏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周期的变化 一个完整的周期变化 大家可以看 这个完整周期之间 它就有0伏到311伏 再到0伏 再到-311伏 再到0伏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灯泡 假如说我们这个灯泡 在1伏的时候就可以亮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0到1伏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亮的 那么从这个1伏一直到 这个311伏下降 到1伏的时候 它又不会亮 那么从这里 从0伏到负1伏的时候 它也不会亮 那么从这个负1伏开始 一直到负311伏 以及下降到这个负1伏的时候 这段时间它会亮 这段时间又不会亮 所以说这个 就是我们经常 可以看到这个灯泡闪烁的原因 但是虽然说在这个电子电路中 这个50赫兹 我们说的这个50赫兹 这个频率 是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对我们人 这个肉眼的观察能力来说的话 也是非常高的一个频率 那么说到这里 大家就应该明白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LED灯 好一点的话 它们号称是无频闪 无频闪 又说不闪烁的 其实它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220伏 整流滤波 经过这个降压 或者是这个开关变压器 开关变压器升频 一般升到一个20到30千赫兹 千赫兹之后 再滤波出来 那么它的直流电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即使它达到这个20千赫兹之后 我们不滤波 我们来比一下 一个是50赫兹 一个是20千赫兹 千赫兹 那么就是2万赫兹 大家可以比一下 50赫兹我们眼睛看出来就不闪了 那么2万赫兹的话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也是他们卖这个灯泡说的无频闪 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来说到这个过宁检测电路 那么刚才说了 我们假设这个灯泡一幅可以亮的话 那么这个灯泡在熄灭的时候 就是这三个点 虽然我们人眼看不到 但是我们要通过这个电路 把它这个零点电压 也就是刚才我打比方说的 这个灯泡熄灭了这个点 把它找出来 这个就是叫过宁检测电路 那么具体 这个电路找出来 有什么作用呢 为什么要把它找出来呢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 再接着给大家讲 好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